鱼岭有个职工人开的小馆子 把这个蒸牛肉煮成了招牌菜 这个味道不错 我说你弄得出来吗 必须安排 煮蒸牛肉要选16 这个部位最嫩 然后切成这个样子 牛肉嫩不能 马尾是关键 准备葱姜碎比例为一斤牛肉二两碎 加少许盐 分多次加入葱姜碎 直牛肉完全吃碎 蒸肉份大米和糯米的比例为3比1 再加上屏幕上的香料超值微晃 喜欢这道菜的麻烦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咯 下面说重点 要像蒸肉粉软了 不发干 必须用1比1的水泡发 抹好的牛肉加豆腐肉 老子儿生抽焙糖 再加上泡软的蒸肉粉抓匀 牛肉和糞子的比例为4比1 口感最佳 牛肉均匀铺入碗中留一些缝隙 手热均匀 口感才一致 蒸锅上去蒸20分钟就对了 装盘后放蒜水 一勺青花椒面 一勺辣椒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到小米辣 加头有条件的可以放到香菜 味道干不干活 你吃了就晓得了